觀察他我覺得他不錯 他的動作都非常利落 雖然講的是家庭教育 不過陳建州手腳利落 這事在郭媛媛這回指控中 似乎情況也有點巧合 重新還原兩人第二次見面過程 陳建州細思極控 郭媛媛稱和陳建州第二次見面 刻意約在路邊 就是避免向兩個人獨屬 怎料陳建州開車來見面時 選擇聆聽 後方車輛狂按喇叭 也成為當時郭媛媛 不得不上車的原因之一 郭媛媛說他被送到某大樓停車場時 陳建州要他先上去 直到電梯門開 他才意識到是到了別人家 驚覺陳建州似乎就是想要故意錯開 好讓監視器也不會留下同進出的證據 這回大牙郭媛媛等人接連跳出來指控 律師呂秋遠暫生 說只要他們願意法律諮詢 他願意全力相挺 目前我能做的事情是提供各種的法律諮詢 那協助他們去指控 或者是告訴他們這件事情可能的結果 此外486聲聲也出面說 這一切真的吸人太甚 如果需要律師費找我絕對沒問題 畢竟迎來的陳建州提出了民事訴訟 要求1000萬賠償 律師點出他不選擇刑事有其中原因 一般而言不會告刑事官司 除了剛剛講的會有誤告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假官在判斷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以所謂的合理評論 最後不起訴 這個被指控的人要提告防害名譽 也不容易 因為就這個部分來講 有沒有誹謗犯義 還有有沒有相關當時的朋友 提供證詞等等 其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 這件案子的成案可能性 也就是說現階段就算市政不足 站在司法上也可能會考慮 me too的前提以及社會輿論 成為最終定奪標準 但若要對付公堂 想必接下來是條漫漫長路